在 iDrive 6 的控制界面中 主目錄的選項是以 方塊圖案形式橫排列 你可以按 menu 按鍵 或者以觸控方式 按下畫面左上方的這個符號 切換至檢視所有選項的界面 或者三個選項組成一頁的界面 你亦可將控制器向橫拔 按下畫面上其中一個選項左右移動 更改那個選項在主目錄上的排列位置 另外 iDrive 6 其中一個特點 是部分選項方塊 可以顯示那個選項相關的實時資訊 例如正在收聽的音樂資訊 行使資訊等等